一星期一本书 一会儿希望她能温和谦让 一会儿又担心她脾气太好会吃亏 最近办公室里的姑娘们都在这儿演习攻略 我也跟风看了十几集 感觉没有传说中那么好看 但看了这句我却有个意外收获 那就是 我终于想明白自己要把女儿养成什么样了 女孩也要拼实力 前段时间去幼儿园听过一堂公开课 课堂上漂亮的女老师 绘声绘色地讲了白雪公主 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然后问孩子们 白雪公主为什么能获得幸福呢 因为她很漂亮而且善良 一个小女孩甜甜地说 老师对女孩的答案表示了赞许 紧接着老师又问 大家知不知道孙悟空为什么能战胜妖怪呢 因为她勇敢 因为她很厉害很有本领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 大家回答得特别棒 男孩子一定要勇敢 还要身怀绝技才能战胜困难 老师笑咪咪地说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但事后一想 不对呀 为什么男孩被教育一定要拼实力 女孩却被灌输漂亮善良 就会获得幸福的思想 难道女孩就不需要拼实力吗 再看看讲给女孩的童话 什么顺美人会姑娘 女主一例外都很美 最后也都嫁给了王子 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 还有拍给女生的电视剧 像流星花园 女主平平凡凡 照样有多精帅哥宠她爱她 天知道这种剧会给女孩们灌输什么思想 还好在《沿袭攻略》里发生了改变 女主虽然出身底层 但好在自己有料 除了秀工了得 办事也干净利落 个人能力极强 且善于学习 会把握机会主动提升自己 终于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句虽然bug重重 却告诉我们 女孩也是要拼实力的 自我保护 是堂必修课 在《沿袭攻略》里 主角魏英洛多次历险 每次遭遇险境 她的反应都很沉着 会在第一时间想发自自救 因为仗义直言 她被同伴出卖 又被飞扬跋扈的高卫妃视为眼中钉 可是被高卫妃召见的时候 她马上就受到了危险 在极短的时间内想好了对策 然后装疯卖傻谋混过关 从混乱的局面中全身而退 有时候虽然状况看上去很糟糕 她也从不放弃自救的希望 努力想发自逃生 这种临危不乱的作风 永不放弃的坚持 和动如脱脱的逃生速度 确实是我们培养女孩时的一个方向 著名安全教育专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教授 王大卫曾说过 坏人喜欢选择什么样的孩子下手 一般是那些软弱的 遇到问题就吓傻了的孩子 所以养女儿 必须培养其过硬的心理素质 著名教育专家吴甘琳的儿子吴天木 在长沙读书的时候 曾经遭遇绑架 被歹徒控制后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 自助者天助 很快镇定了下来 迅速制顶出了自助方案 因为四国无人 他没有跟坏人硬拼 而是先假意配合 稳住了他们的情绪 后来被歹徒压着路过一家餐馆时 吴天木故意冲进去 打翻了服务员手里的菜盘 结果被服务员团团围住 成功完成了自救 后来吴冠林感慨说 幸亏我提前让孩子意识到危险是随时可能发生 并将会他见机行事 作为女孩的家长 我们更要帮孩子打好预防针 并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充满危险 自我保护 才是人生的必凶课 女孩就要不好惹 以往的电视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女主都是真杀美的化身 而且他们真的很能忍 受欺负了不吭声 被陷害了会原谅 总要等到男主看不下去了 来为他们打抱不平 但魏英洛不一样 被欺负了从来没有忍气吞声这一说 悲人用茶水淋湿了被褥 他直接提了一大桶水泼回去 并且对挑衅者发出警告 我魏英洛 天生脾气棒不好惹 谁要是再挤挤歪歪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 听着很爽是不是 说真的 做个不好惹的女孩 好处多的是呢 患人都是柿子简直软的捏 谁要是想欺负不好惹的女孩 那首先要掂量几下 作家三毛出国留学之前 家人一直告诉他要忍让 吃亏就是占便宜 于是三毛处处忍让 结果他成了全宿舍人的免费女佣 清洁打扫的工作全部归他 衣服被随意借取穿 打水买饭 替人吹头发 什么都得做 终于有一天 三毛被惹毛了 变成了一个不好惹的女孩 说话冷冰冰 不是自己的事坚决不做 谁欺负他马上打回去 结果 所有人的态度都发生了 180度的大爪弯 他忽然成了宿舍里 最受尊敬的女孩 所以啊 我的女儿 也要做个不好惹的女孩 越聪明 越有能力善良 魏英洛其实是个挺善良的姑娘 周围的人遇见困难 只要是能力索齐 她都会出手相助 修女吉祥被人踩住了手 她第一时间站出来帮她解围 见她因为受伤 玩不成作品 又主动出手相助 遇到弱者 她也会尽可能示意援手 但她深知 人心存良善 更应懂自保 善良 要讲究方法 启巴说里黄之中 说过这样一句话 越善良越需要聪明 越聪明越有能力善良 魏英洛其实就是 那个善良的聪明人 大家可能还记得仗义的江哥姑娘 本意只是想帮助朋友 却无辜地血浅易国 还有善良的女孩 胡一轩 好心地送一名孕妇阿姨回家 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地狱 这样的事情一再上演 于是开始有妈妈 这样教育孩子 宝贝 在爸爸妈妈眼里 你最重要 无可取代 我宁愿你不善良 作为妈妈 我理解是自理行间的苦心 但也隐隐感到担忧 因为冷漠 就像病毒一样 是会传染的 假如每个孩子 都是善良为负累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只关注自己的安慰 那么世界 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需要善良的 只是这善良 务必要与聪明为伴 所以我想告诉我的女儿 请你做那个善良的聪明人 真正的公主 不是玛丽苏 这部剧在剧情上 其实有很多漏洞的 逻辑也非常牵强 但它之所以大获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传递了一个 全新的理念 那就是 真正的人生赢家 绝不是傻巴田 也不是狼好人 而是那些有脑子 有实力 懂自保 爱学习 高情商的姑娘 这点 也是最值得 妈妈们学习的地方 我女儿喜欢听公主故事 白雪公主 海的女儿 睡美人 豌豆公主 每个故事 我都倒背如流 她在童话里流连忘返 当妈的我 却忧心忡忡 因为这些故事 多少有点三观不正 比如白雪公主 除了美丽 我没看出 她有哪些美好的特质 陌生人给的东西 接过来就赶吃 昏倒后 只能靠王子来拯救 还有海的女儿 出场的时候 一丝补挂 一生为了王子而活 再如豌豆公主 里面的公主 除了娇生惯养 没有什么别的特点 孩子能从这些故事中 学到什么呢 好在有位作家妈妈 有着跟我同样的担心 于是她大刀阔斧 改变了许多童话故事 在她的故事里 白雪公主聪明又勇敢 不仅懂得巧妙地 跟追杀自己的猎人周旋 还能跟黑心的王后 斗志斗勇 小美人鱼 变成了反面角色 她的存在 就是为了提醒姑娘们 自重自爱 回姑娘之所以 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靠的不是天生的好运气 而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优雅和魅力 还有青蛙王子里的小公主 才没有为了欢回金球 答应跟青蛙做朋友呢 她一直坚信 好女孩不能为了 获得心爱的物品 舍弃原则 给女儿讲了这些故事后 我这个老母亲的心 深感宽慰 这才是养女儿的 正确姿势嘛 养女不易 希望我们都如这位妈妈 一样机智 也希望我们的女儿 都能像微音乐一样 实力开挂 好了 那今天的文章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文章末尾点赞 也可以转发到朋友圈 我是周周 我在江苏丹阳 给您送去万侯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埋没心底的故事 换上尝尾的痴 流铭中天秋 无据牺牲所有 在几涌逼世界 孤单却仍照旧 无尝试春秋 情终止得伤透 让手中花开多半周 谁可以笑着到最后 沉盈泪流 成望败构 幻变都有着时候 让你远走 让我也得到自由 永远半徐前生今后 谁有可清风两走 恒爱永远所够 流铭中千秋 无据牺牲所有 在几涌的世界 孤单却仍照旧 望尝试春秋 情终止得伤透 让手中花开多半周 谁可以笑着到最后 全没对手 流铭中千秋 流铭中千秋 无据牺牲所有 或者改变世界 或者改变世界 有人发生女后 无尝试春秋 缘分始终踩不透 让手中花开多半周 谁可以笑着到最后 幻望这生 未经许可有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